屏東是全國第二大芒果的產區 但是年前一波大雨 加上日夜溫差大 導致花碎嚴重蘇花 還有果實疑似是感染了炭居病 而焦黑敗壞 農糧署派員實地勘察 不排除要啟動災害救助機制 果農帶著農糧屬實際來到芒果園 大探今年的心血全都泡湯 原來是春節前一陣大雨 果花吸飽水 雨後放晴加上日夜溫差大 導致花碎嚴重蘇花 接著小果也出現了病斑 有些果農的果園甚至全軍覆沒 今年芒果產量恐不樂觀 農民說近兩年氣候異常 去年因為旱災遇到芒果蟲害 今年則是果樹受粉後遇到大雨 導致嚴重蘇花 還有果實疑似感染炭居病 而焦黑敗壞 研判整體濁果率恐怕不到三成 農量署表示屏東芒果花期為十二月到二月 主要產期在三至六月 載重面積達四千一百三十四公頃 為全台第二大產地 目前已啟動災害勘察小組 屏東的這樣子一個芒果的損害的一個 勘察小組 開始已經啟動了 我想我們前面先來審視整個我們屏東 包括我們仿寮 仿山 包括春日 獅子 萊獄 整個芒果的產區 目前一個受整一個情況 那我們評估整個災害的情況 如果有達到這樣一個損害的程度上 我們會來報情 我們會來啟動整個灘台救助的一個機制 由於芒果花受損 要等一個月之後才會知道果實能不能長出來 廣農認為是延遲性災損 目前農該廠將密切注意蘇花狀況 並適時漸入福島 助農民搶救芒果 機甲民風鵬鵬安群 屏東報導 您也確定是最好的 就是最好的 從事三口渡 沒有罄到 那我們能夠回答 從事三口渡